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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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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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师兄 师兄 了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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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师兄 更别说发生那些荒唐事 周大哥 还有什么荒唐事 你再问 再问我就喷你尿了 别怪我 要怪就怪那个西东欧阳风好了 那欧阳风不是已经离开中途 再也不回来了吗 他最好别回来 他要回来 武林又得打乱了 阿玛弓练到最后一阶段 总算令我满意了 西叔父 还能坚持得住吗 可以 没问题 那后来九阴真经 怎么又会到了黄岛主的手里呢 黄药山那个乌龟娃娃孙子 跟他那个鬼头鬼脑的夫人是绝配 都是一段王八蛋 周大哥 你别这么说 荣儿他很敬爱他的娘亲的 你先别偏帮那个姓黄的 你先听我说完 你再拼拼这个道理 诗歌一言 要将九阴真经的上卷和下卷分至两处 比方万一有什么闪失 也不至于同时落入奸人的手中 我将真经的上卷藏处之后 身上带着下卷经文送到南方燕荡山去收藏 黄老师 黄老师 这位是内子 你什么时候成的精啊 三天前 黄老贤 你是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啊 去老婆有什么好的 你不会明白 喝酒吧 谁知道喝着喝着 我就跟黄老贤说起 诗歌假死复活 击中欧阳峰的情侣 可是没想到 这么一说 就酿成了大错了 周大哥 金书这么神奇 可以借我看一下吗 不行不行不行 这金书害人不浅 不能看 就是这样子 我才想看嘛 我又不懂半点武艺 我只是想看看 这部害死了 无数武林高手的书 到底是什么样子而已 不用说了 打死都不会借给你看的 伯通 那人真的不会武功 你就借他看一眼 有什么关系呢 他不懂 你懂啊 我黄耀师 要是看金书一眼 我就把这眼珠子 挖出来给你 你说什么都没用 就是不借给你看 相公 看来这九阴真金 是被那新欧阳的拿去了 你又何必苦苦相逼啊 让他丢了面子呢 对啊 我真笨 对不起啊 伯通兄 这样吧 我跟你去找欧阳峰 把你的真金找回来 反正你打不过他 金书的确在我身上 不过呢 给皇家嫂子看也无妨 你瞧不起老顽童 守不住金书 我今天非跟你比划比划 比武功就免了 我们比其他的吧 好啊 你们两个人比赛打十大 打十大好 打十大好 周大哥 要是你输了 就把金书借我瞧一瞧 要是你赢了呢 你想要什么 全真教有宝 我们桃花岛就没有啊 如果你赢了 我送你我的软胃甲 怎么样 软胃甲 在武林上是大大的有名 我说是赢了 穿在衣服外面 在江湖上到处大摇大摆戳出风头 也蛮不错的啊 到时候全天下的豪杰都知道桃花岛倒主 才在老顽童手里 不错不错 来来来 别别别 前面有十二个洞 你们每个人六个十大 谁先把十大打进洞里 就算谁赢 打十大我最拿手了 来吧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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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 周大哥 你输了 这不可以 这不算数 周波通 我们不是抢好的 谁的六颗石袋先进来洞 谁就算赢 你可别怪我用我的石袋打碎了你的石袋 终究是你输了 周大哥 你不是一个言而无信的男人吧 好好好 我不输 不过皇家嫂子 看完以后 马上把金属还给我 周大哥 你人称老顽童 但你人可不糊涂啊 你怕我刘备借金钟是不是 你放心 我就在旁边坐着瞧瞧 看完了马上还给你 不用到天黑 你要实在不放心 在旁边守着我就是了 我看完了 我还在旁边 在旁边宫arlos 身撞败 黄 你真的有了 对 你 我不想要 你不想准备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周伯通 当今世上 有谁的武功 比我们俩还高呢 胜得过你的人 未必胜得过我 连你在内 也就四五个人罢了 他也太捧我了 东邪 西毒 南地 北干 四个人的武功各有所长 谁也胜不了谁 欧阳峰 寄给你师哥破去了蛤蟆功 那十年之内 他是比兄弟要迅仇的了 听说还有个铁掌水上飘 求亲任 可是上次华山论剑 他没来 他的功夫再高 也未必真的能出神入化 除了这几个人之外 你的武功 应该是武林比一了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那我就不明白了 你紧张什么 有我们两个守在这里 谁还可以抢走你的金书 不错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周大哥 你上了吸毒的当了 这本书不是九阴真金 不可能啊 这是师兄当年遗留下来的经书 模样他都没变呢 模样不错有什么用啊 欧阳峰早就把你的经书掉包了 这本书啊 是算命粘不用的杂书 不可能啊 周大哥 九阴真经的真本经文 你可知道吗 不知道 自从师兄当年得此经书 就不曾有人翻阅过 师兄当年曾经说过 他之所以花七天七夜的功夫 夺此经书 就是想免除武林的一大祸害 绝无自私自利之心 师兄他还说 凡是全真脉的弟子 不得洗脸经中所宰的任何武功啊 王真人这番仁义之心 真是令人钦佩不已啊 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找了人家的道 周大哥 不信你就翻开书来瞧一瞧 不行不行 那你凭什么说这是 占卜的杂书呢 因为这本书已流传江南 根本不值半文 不会吧 不信你自己看看吧 这明明是诸般武功的练法和秘诀 你怎么说是星上占卜之书呢 我没骗你 这本书我五岁时就读着玩 我们江南的孩童 十有八九都曾熟读 你若不信 我背给你听听 好 你背 天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 事故虚胜时 不足胜有余 其一搏 其礼傲 其去身 天地之相分 阴阳之后裂 变化之有表 死生之赵章 不谋而一记自投 物约而幽名思弃 既其言有威 验之势不特 臣可谓之道至宗 奉生之十亿 任你从哪一页中间抽出来问我 我肯定能背得出 那紫五毛有四正十 你下面是什么 照一阴气重的地方 最好为四高中低 面北而坐 五星朝天 近星绝绿 一手丹田 到一阳出动之时 双手在胸前合十 指尖朝前 弃归丹田后 双掌前推 掌心向前 掌指朝天 骑行两掌 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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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风 你个王八蛋 赵伯通 你也不用发顽通脾气 我这副软胃甲送给你吧 不用 当天我就回到家乡 闭门苦练武功 那时我自知武功 不是欧阳风的对手 决定苦练五年 练着几门厉害功夫 再去找欧阳风要书 师兄遗留下来的东西 老顽童我看管不住 如何对得起师兄啊 这西族如此奸哗 的确应该找他算账 不过周大哥 如果你跟马道长 邱道长他们一起去 声势不是大得多吗 你只怪我好胜心切 以至于受了愚弄 一直都不知道 愚弄 我当时要是和马玉他们商量一下 总会有人看出这其中的破绽 又过了几年 江湖上突然有人传言 说是桃花岛门下黑风双煞 得到了九阴真经 并且依照经书所述 练就了几门精妙的武功 在江湖上到处为非作弹 我听得很是生气 我心想 赵黄老师真是不够朋友 你去找西毒欧阳风要书 那最起码要告诉我一声 你把经书要回来 不还给我 也要跟我说一声啊 周大哥 我想黄道主他夺来经书之后 本来是想还给你的 结果被他那不孝的徒儿偷了去 我看他对这件事情 也是恼怒之急 把他另外四个无辜弟子 腿都打断了 还把他们逐出师门呢 你也和我一样的老实 这件事要是撞在你的手里 也是至今受了欺骗 还不知道呢 又过了两个月 邱主机突然来找我 说他探听清楚了 的确是陈玄风 梅超风偷了九阴真经的下卷 并且练就了九阴真经中的 九阴白骨爪和崔心掌 这两门邪恶的功夫 邱主机冒着危险 偷听到黑一风霜上的对话 才知道黄老邪这本经书 不是从西都欧阳风手中 躲过去的 是从我手里给偷去的 周大哥 你不是明明把书毁了吗 难道是黄夫人暗中掉了包 给了你一本假的经书 这一招我早就防着他的 那黄夫人看经书的时候 我的眼光片刻都没有 离开过他的身上 他不会武功 手脚再快 他怎么也快不过我们 恋过暗器之人的眼睛吧 他不是调包 他是硬生生的给寄去了 怎么寄啊 当时黄夫人看经书的时候 他只看了两遍 就已经一字不漏的寄下来了 和我一分手 他就默契下来交给他丈夫了 这黄夫人 他完全不懂经文的意思 就能够从头到尾把他寄住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聪明的人呢 只怕黄老邪的那个女儿也是能够的 当时我听了秋楚吉的话以后 我是又惊又愧啊 马上召集全真七子 我们一日商定 勒令黑风双煞 交出九阴真经 哪知秋楚吉他们一赶到河南 那黑风双煞却不见了踪影 我找不到黑风双煞 我当然去找黄老邪了 这一次我学聪明了 我把九阴真经的少爵 站在身边 以防不小心又被人偷取 黄老邪 你躲到哪儿去了 快给我出来 黄老邪 黄老邪 我 我 我 你搞什么话呀嘛 不是 黄老邪 黄老邪 你给我滚出来 黄老邪 给我滚出来 黄老邪 这是内人的灵位 死了 死了 这前两年看着活得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间就死了呢 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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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老顽童 你不必假惺惺了 若不是你炫耀什么狗屁真经 那人也不会离我而去 你是个习武之人 把夫妻之情看得如此之重 也不怕被别人笑话 我夫人与众不同 不过死了老婆也好 你就可以专心的练功了 若是换了我呀 是求之不得 这老婆死得越早越好 恭喜 恭喜 我呀 我呀 嗯 我呀 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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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半年无聊 让我想出了全新的武功 今天就拿你做射击石 空名拳 黄老贤 黄老贤 你要是敢进来 我就把射减金属给撕了 不交出来 你永远离不开桃花岛 那我就永远不离开 看你怎么办黄老贤 我等一号啊 就号了十五年 不过这黄老贤 人自负的 他也不饿我 也不逼我 更不会在饮食之中下毒 他就是千方百计的 想引我出洞 我出洞大便小便 他也不趁虚而入 占这个臭便宜 有时候 我假装大便一个时辰 他虽然心仰难耐 却也沉得住气 这十五年来 他用尽了心智 始终奈何我不得 只是昨天晚上 差点中了他的招 若不是鬼使神差的 兄弟出手相救啊 恐怕这本经书 已经到了黄老贤的手里了 黄老贤这套 碧海潮声曲 还有上乘的内功 果然是十分了得 周大哥 那你今后怎么打算 我跟他好 看他黄老贤活得长 还是我老顽童活得长 总是这么好下去 也不是办法 马道长他们 怎么不来救你 他们多半不知道 我在这个地方 就算他知道了 你说这个破岛 山石树木古里古怪的 若不是黄老贤 存心放人进来 你说谁能进得来啊 就算是他们来救我 我也是不走的 因为我和黄老贤的比试 还没结束呢 嘿嘿嘿 阿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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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阿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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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默显九阴真经 孩子怎么样 给我看看 孩子 娘对不起你 想法都抱不动 阿吴 你为什么那么傻 经书只是党贤 你怎么可以牺牲自己的健康呢 只要相公喜欢的 就不是党贤 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 是什么 我最喜欢你 我知道 我就是要听你说 要是你真的 最喜欢 最珍惜我 那我说的话 你听不听啊 都听你的 你要答应我 我已经替你重新磨叽了九阴真经 虽然不算完整 但是 你就不要怪超风和玄风了 我不想你难过 我要你开开心心的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还有 以后阿恒不再 你要寂寞了 你会没事的 你尽童医术 我什么情况 你最清楚了 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 你脾气古怪 又不爱李慧人 以后我们的荣儿 长大之后 你一定要给他找个好的夫君呀 千万不要为难他 好吗 好 那大爷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帮荣儿 找到更好的夫君 你需要忍不疑 唱歌 你多ев 你好 contract 来了 hal 笨蛋 绝食武功在你手上面 就像小孩子玩的一样 你知道吗 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心血 这小子不长进 你笑什么 好笑吗 骂你还笑 不知廉耻 侄儿笑 是想到叔叔骂我 不是真的恨我 而是恨铁不成钢是吗 是又怎么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叔叔 就是为了侄儿好 要不然侄儿不成才 叔父你 不痛又不痒 怎么会像现在失望气恼 正所谓 爱之深 择之切对吗 做梦 我想你成才 教你功夫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要你武功的境界 和我一样的高 我日日夜夜陪你练功 如果你的武功 像其他人的水准一样 离我这么远的话 谁可以陪我练功 我的武功 怎么可以更上一层楼呢 那叔父为什么要选侄儿呢 废话少说 练功吧 我在桃花岛耗了十五年 可是时光没有白费 在这洞里头没有别的事情分心 所练功夫呢 若在别处 怎么也得练他个二十五年 可是呢 虽然我知道自己大有进步 可是苦于没有人拆招啊 我就只好用右手和左手相互打架去了 这左手跟右手怎么打 我就当右手是黄老邪 左手是我落蓝童 右手一张打不去 左手拆开之后还了一拳 就这样打起来了 太好了 天下学武之眼 不是攻敌 就是防身 周大哥双手 却互相攻防拆招 这招迷失 都是攻击自己的要害 同时又解开自己另一手攻来的招数 这是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的怪剧 周大哥 你右手这招怎么不用足啊 兄弟 好眼光啊 居然看出我这招没有始组 那你过来试试 哦 来来来来 伸出胳膊来攻击我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朱大哥 你好厉害啊 那你快起来 快起来 接着再打 快起来 快起来 再打一会儿 周大哥 那兄弟我得罪了 抗龙游回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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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懂了没有 还是不懂 哎呀 你个笨蛋呀 哈哈 我这叫以虚致实 以不足胜有余 哈哈 是我在这苦练了十多年才琢磨出来的 嘿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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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你起来你起来你起来 我不会叫你白摔的 你过来 我把这个道理讲给你听好不好 哦 哎 哎 哎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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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兄弟啊 老子在《道德经》里有句话的 啊 叫做山直以为弃 当其无 有弃之用 早护有以为是 当其无 有弃之用 哎 这句话你明白吗 嗯 不懂 嗯 不懂 嗯 我就知道你不懂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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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个碗没有 它是空心的 才能吃饭 对不对 如果它是一块石心的 一块瓷土 就成不了饭 怎么样 我住的这个山洞也是 你看 有洞口周边都是空空的 所以我能住在这里 如果它是石心的 又没有洞口 就像块大石头 对不对 那我就只能住在桃花的黄老星那了 这就是我们全真教派最上层的武功 讲究空柔二字 就是所谓的大乘若缺 其用不必 大灵若冲 其用无穷 你明白吗 大乘若缺 其用不必 大乘若冲 其用不穷 你师父洪七的功夫 那是外加中的顶章 我虽懂得全真教派的内功 也绝非是他的对手 只是外加练成他那样 只怕是到了近处 而全真教派的武功 那是永无止境 就像哥哥这样 只可说是出窥门禁而已 不过 如果我师兄尚在人世的话 再和东斜西都比起来 我看不用七天急 只削半日 就可以将他们全部折服 王真人武功通选 可惜兄弟我无福拜见 大哥 你说洪文师的降龙十八掌 是天下武功中之智刚 那你刚才摔我的那套功夫 应该是天下武功之智柔了 虽说这柔能克刚嘛 但是如果你的降龙十八掌 使成红七那样 我可能也就克不了了 这也在于功力的深浅嘛 兄弟 我把我那套七十二手空明拳 传授给你好不好 大哥 你要把练了十五年的空明拳 交给我 这样就有人陪我玩了 来 来来来 是不是在想慕念慈 叔父怎么会知道这个名字 昨晚你喊了一晚上 我没有兴趣管你的私人感情 但是我要警告你 不要再去想那些什么 情情爱爱繁琐的事 特别是现在 不就是女人吗 芝儿知道了 芝儿昨天晚上 一直在想和荣儿的婚事 那是九阴真经 告诉你 只要九阴真经 能够拿到手的话 你满脑子里面所想的 就都是绝世秘诀 就算做梦 也会念里面的经文 到时别说是女人 连你自己是谁 也都快忘了 忘了 爹爹 刚才那些人是谁啊 这些又是什么 这是聘礼 有人来求亲了 谁 欧阳峰 替他的侄子 欧阳克来提亲 什么 他敢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我都答应了 你不是已经不反对我 跟静哥哥在一起的吗 你明明答应了的呀 可我没有答应让你们成亲 你 荣儿 我讨厌的男人 荣儿 我嫁的男人 我嫁的男人 欧阳克有什么不好 你偏偏要喜欢那头蠢驴 我不管 我告诉你 就算静哥个笨死了 我也只喜欢他 我只嫁他 你给我好好地躺着 别胡思乱想 你这个大怪物 转恨老魔头 娘亲若是在世 他一定会打你骂你 咬你的 我告诉你 我就是尊重你娘亲 才会这样做 鬼话 难道你不知道 你娘亲平生 最痛恨的就是笨人 这姓郭的小子 一点灵气都没有 别说当女婿 就是当下人也不配 你为什么就是不喜欢郭静 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他 却要诋毁他 欺负他 不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你不疼容我 不疼容我 不疼容我 好好好 好了 别再闹了 我答应你 让他安全离开 爹 不可能再多要求了 我不杀的 已经是最大的宽容 你 事情办妥了 我回来放你 好 这是给我的吗 麻烦你了 有酒啊 是不是那小丫头给你的情绪呢 不是的 是黄岛主 她赶紧过去 来着不善 善着不来 这黄老师一定是有古怪 小兄弟 小兄弟 我劝你 还是不要过去的好 周大哥 我要跟荣儿在一起 迟早要面对黄岛主 我这就去 让他同意我们澄清 那那个黄老师一向古怪阴险 我说你还是要小心一点啊 小兄弟 小兄弟 必要的时候 是周和红旗教你的一切去对付他 不必手下留情 你打不过他 马上就跑 周大哥 我不会跟黄岛主打架的 我要以礼夫人 笨啊 真笨 真笨 这是我亲手做的点心 你尝尝 多谢黄岛主 那晚辈就不客气了 不客气了 何少侠 你在这里已经好一段日子了 你师父应该很担心 你先回去吧 黄岛主 黄岛主 晚辈此次前来 其实是想跟岛主提亲的 这个 黄岛主 我跟荣儿是真心相爱的 恳求黄岛主能够成全 我明白 不过 你这样做 是不对的 有什么不对啊 你应该先回去 告诉你师父 再让他来提亲 你这样擅自来提亲 你说是不是有点鲁莽 对对对 黄岛主 言之有理 是晚辈太鲁莽了 黄岛主 请你见谅 没关系 年轻人吗 黄岛主 那你不反对我跟荣儿在一起了 今年轻人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断的眼神 谁要望着孤土中原 用一声不定的追问 尽归何方 去为谁唱 青沙随风 难解思念的伤 英雄伤心 为谁嫉妒情长 青山不断 与谁今山往上 因为决 总罢只剩将场 这一生 为谁刻下伤疼 千年的故宫 好情花破长空 梦不断 英雄伤意融场 敌人中相关 对求小谈江山 梦不断的眼神 谁要望着孤土中原 用一声不定的追问 尽归何方 去为谁唱 青沙随风 难解思念的伤 英雄伤意融场 英雄伤心 为谁嫉妒情长 青山不断 与谁今山往上 因为决 总罢只剩将场 这一生 这一生 为谁刻下伤疼 千年的故宫 好情花破长空 梦不断 英雄伤意融场 敌人中相关 对求小谈江山 对求小谈江山